骨骼是人体的支架,它不仅支撑着我们的身体,还保护着我们的内脏和神经。骨骼的健康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骨骼会逐渐变得脆弱和疏松,容易发生骨折和疼痛,甚至导致严重的骨质疏松症。 那么,如何预防和改善骨骼的老化呢?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喝牛奶补钙,因为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,而钙是构成骨骼的主要成分之一。 但是,你知道吗?喝牛奶并不一定能有效的补钙和强隔,因为牛奶中的钙需要维生素D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,而维生素D又需要日光合成才能产生。 如果你缺乏日光照射或者有肠胃吸收不良的问题,那么喝再多的牛奶也无济于事。 其实,在日常食物中,有很多比牛奶更能帮助我们养骨的食物。这些食物有哪些呢?请继续往下看吧。 1.黑芝麻 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益于骨骼健康的食物。它含有高达60%的钙,是植物性食物中钙含量最高的一种。 而且,黑芝麻中还富含铭、铁、铜等微量元素,以及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B和E等营养素。这些都是构成和保护骨骼的重要成分。 黑芝麻还能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,防止钙流失,增强骨骼的密度和强度。 黑芝麻的食用方法很多,可以炒熟后研磨成粉。加入牛奶、豆浆、粥等食物中食用。也可以制成芝麻糊、芝麻油等食品。 每天吃一勺黑芝麻粉,就相当于补充了300毫克的钙,相当于喝了一杯牛奶的钙含量。 不过,要注意的是,黑芝麻不宜生吃,因为生芝麻中含有草酸和植酸会影响钙的吸收。 所以,最好是先炒熟或者浸泡后再食用。 2. 海带 海带是一种富含点和钙的海藻类食物。 它不仅能调节甲状腺功能,预防甲状腺肿大和压硝案中毒。 还能提供大量的钙质,增加骨密度,预防骨质疏松。 海带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如铁、鑫、锡、蒙等,这些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。 海带的食用方法也很多,可以做成海带汤、海带丝、海带沙拉等菜肴。 也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,如豆腐、肉类、蛋类等。 每天吃一小碗海带,就能补充200毫克左右的钙质。 不过,要注意的是,海带不宜过量食用,因为海带中含有大量的点。 如果摄入过多,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稳烂。 所以,每天吃一小碗就足够了。 3. 核桃。 核桃是一种非常有益于骨骼健康的坚果类食物。 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加三脂肪酸。 这些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脂肪。 核桃中还含有钙、鎂、鲜等对骨骼有益的微量元素, 以及维生素E、B1、B2等营养素。 核桃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。 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。 核桃还能抑制炎症反应,减轻关节炎和风湿病的症状。 核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单,可以直接包壳吃。 也可以研磨成粉,加入牛奶、酸奶、麦片等食物中食用。 也可以制成核桃酱、核桃油等食品。 每天吃几颗核桃就能补充100毫克左右的钙质。 不过,要注意的是核桃不宜过量食用。 因为核桃中含有较高的热量和脂肪, 如果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和消化不良。 所以,每天吃几颗就好了。 4.小米 小米是一种非常有益于骨骼健康的穀物类食物。 它含有高达44%的碳水化合物, 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。 小米中还含有钙、铁、铁、铅等对骨骼有益的微量元素, 以及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B1、B2等营养素。 小米能够促进消化和排便,预防便秘和肠癌。 小米还能调节血糖和血压,预防糖尿病和高血压。 小米的食用方法也很多, 可以做成小米粥、小米饭、小米面包等食物。 也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, 如红枣、枸杞、花生等。 每天吃一碗小米粥或者一片小米面包, 就能补充150毫克左右的钙质。 不过,要注意的是,小米不宜空腹食用。 因为小米中含有一种叫做草酸的物质, 会影响钙的吸收。 所以,最好是在饭后或者加入其他食材后再使用。 年纪大了药羊骨, 别只喝牛奶, 多吃这三种。 筋骨强壮,不抽筋。 这三种食物就是黑芝麻、海带、核桃和小米。 它们不仅含有丰富的钙和其他对骨骼有益的营养素, 还能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, 增强骨骼的密度和强度, 预防骨质疏松和抽筋。 这些食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。 食用方法也很简单, 只要每天坚持吃一些, 就能有效地养骨, 让你的筋骨更加强壮和健康。